社会治安不尽 霹雳以保万里忘巴沙一家杂货店 两年内两次进贼 小偷把天花板撬破个大洞 洗劫店里的杂货 让业者蒙受5000令吉亏损 业者感叹 就算他在屋顶加了块木板 还是无组可恶的小偷 加了板的 是已经加了板 平时过板以前没入过手探 把板入过的时候 是一块一个天花板的 还有那个白铁 白铁是天花板的 就很容易入了 已经可以经验了 之后就加板了加厚了 谁知道都还是入到里 根据业者叙述 小偷瞄准五公斤食用油 牙膏 牛油 麦片 美露粉等等 杂货店所在的地区 入业之后人烟稀少 又没人看管 因此业者希望警方加强巡逻 协助召开记者会的西蒙行动党 万里万后任周议员周景欢提醒业者 除了门窗 加打锁 维修所有破洞 如果遇上偷窃案 也一定要报警 让警方掌握数据 鉴定黑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